好 我就接着你 咱们就说香港 我也有一回 当然咱们应该提倡像义军这样 事实危惧 法律危准程 尽量理性 不要搞那些 但是呢 我好想不理性 我亲身经历的香港这么一件事 我买了个韩国的那么一个大电视 好 买回来呢 没一个月 黑了 永远也打不开 好 就是说让人来修 修在香港挺有程序 修说你这个修不好 我们给你换 换一步 好 换 那什么时候换呢 下个礼拜一给你打电话 结果呢 没打电话 没打电话 我打电话过去吧 我打电话过去就说 我们是要换 那换就得换一模一样的 但是呢 现在呢 没有货 香港没有货 我们要等这个轮船呢 从韩国再运来 我说那多长时间呢 大概一两个星期吧 一两个星期之后给你电话 好 一两个星期之后没有给我电话 我又打电话 然后那个轮船 轮船海上要走很久啊 我以为他说 遇到事故了 你再等一两个星期吧 好 又一两个星期 你知道最后整整 拖了我两个月 香港的它这个机构啊 这个韩国电视的这机构 拖了我俩月 然后呢 到最后我再打电话 说法就变了 说哎呀 这款他们不生产了 那怎么办啊 说这样 再等一段时间 等他们新生产出来了 韩国生产出来了 我们再给你 我说那大概多长时间 给我许诺 你知道最后我就彻底的翻了 彻底的翻了 最后我享受到了 人呐崩溃的快感 哎 闻到广州话 小弟我的广州话 你知道当时我觉得 那个人呐 就跟表演 真听真看真感觉 以后啊 你那个熊变滔滔 我相信 我把这个香港的这个客服 说的都落泪 说的都 说的都崩溃 哎 我就真是取回到 因为 不是主要是那几天 下次维权找你去 主要是那几天 有个生意也没谈成 就我心情 不好 你知道吗 我就发现 哎 人当人的情绪 是真实的时候 你知道他那个力量啊 我就说啊 你知不知道一个家庭 两个月某电视台 还没感觉啊 你要不咱们给大家翻一下 你知不知道一个家庭 两个月没有电视台 没有电视看 是什么感觉啊 这个家庭要分崩离析了 没有 现在 如果还来 好像我这样 一个星期打电话 我给我等两个星期 一个星期打电话 给我等两个星期 现在一个两个月了 我有台电视的群来啊 我还有个人来的 我还有没有人权 我是个人呐 我有看电视的权利 我说 有个人呢 这么大一部电视 压压我好听 压压我面前 你也干不过 我就说 尤其是这么大个电视 天天在我面前 我天天都打不开 对吧 你对不对 你被我家庭生活 走成极大影响啊 哇 我说完 几句之王 我 这个真的是要拍下来 那边那小哥们 那边小哥们半天 我过去香港人 没见过这个啊 我们这家伙 咱这雄风对吧 然后呢 一分钟都没说出话来 睡了 睡着 心脏 我全部明白 明白你没事了 我运劲离开了一个取景 就我完全理解 他说的很真诚 我觉得 他说我完全理解你的处境 你模仿电话 你不要放电话 你等我小小的 我闻我上去 过来了之后跟我说 我们是这样 这个电视 还不是我们最好的型号 现在我们已经有 比这个更新一代的 更高的这个型号 同样尺寸 但是呢 价钱比这个还贵 对吧 我们决定 给你换 免费吗 就那个没有了嘛 那个确实是 那个没有了 免费啊 当然免费啊 就我们给你换这个 更好的 我说 你猫童吹泡泡了 就你不要给我吹气泡 你不要给你洗 明天 明天 维权成功 明天中午十二点 哗哗哗哗哗哗哗来了 哎 你说这个激情 激情的力量 谁能挡 你知道吗 我要是当时能够 坐地上 说一通这个 我绝对网红 所以为什么我就看到 有时候我们看新闻 就是在机场的那种 霸占这个奔机的狼桥 不肯下来的种种的闹啊 我们觉得很匪夷所思 是因为真的很多时候闹 就是有就是有办法 我我我 你那个不算闹啊 我我体会到装的不行 装的你没有那个能量 那么你你得是真逼急了 真逼急了 当然咱们从这个事儿 也可以反思 闹到这样不堪 这样不体面 我自己也很惭愧 对吧 我也觉得是很不对的 那是你的运气 不应该这样 但不提倡这样 但是怎么样能够 大家都挺体面的 把这事儿解释 我觉得目前暂时很难 闹有时候是真有真有用 就是说你不闹的话 人家就是不理你 假如我们说 所有事情都很按规矩来 所有事情有程序的话 也许你闹的机会不多 因为你想要看闹是什么东西啊 闹其实是一个非常规的一个动作 然后才能够得到一些你要的 你要的义务权益或什么也好 但这种非常规到什么程度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我记得几年前 我们公司一个同事 去买机票 去订机票 然后后来呢 去订机票 那时候还是不是那么互联网话 直接到旅行社 然后那个机票后来出问题 然后出问题之后呢 就要求那边退款 然后那边不肯退 因为整件事 是那个旅行社职员的人为错误 然后我们那个同事就气势汹汹 当天在他那个人家现场 闹了三小时 然后结果后来 那这事要怎么解决吗 我觉得那员工太惨了 就那个经理出来 就说啊 就这件事 那我们一定负责 我们一定负责 他说您这个 这张票多少钱 别说一千多 一千多 好 立刻那时候还没有什么 支付宝啊 这些东西 他叫那个负责的员工 你把钱包掏出来 直接在他钱包 这个上司拿钱 全部钱数 还不过一千多 然后我这瓶钱 你明天给我 这样子来解决 也就是说 这说明什么呢 就表示整个公司流程程序 是完全没有这种准备 完全设计不完善 乃至于当有顾客投诉的时候 这个前线人员是没有办法 利用公司已有的体制来回应 所以他只能够坚决拒绝 你要求退款这件事 然后等到这个上司 等到你闹了 闹得那么严重 影响闹大了 那么这个上司也出来了 上司觉得必须解决 但这个上司是同样没有 已经有的准备制度来解决 他的办法就是你自己掏钱 拿权威 对你说的这个 其实有点像你刚才讲 那个网红的会议 就为什么那个人 不能够提前给人订一间房呢 他肯定还是忠于职守 他觉得我给你订一间房 我的老板可能会不高兴 因为这个预算谁出呢 他可能还是想的是 我在做我份内的事 对 好多时候他处于这个职位的人 他只能想这么一点局限的事 他没有办法作为一个 就是说独立来解决整个事情 没有变通 也没有要求他这样子 我不知道 因为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就如果大家都觉得 非得这样 才能解决问题 但是呢 我想嘉辉你在国外也留学 你全世界都这样吗 我先说回香港 我有个非常相似的例子 所以我刚听的非常的郁闷 当时我真的应该找你来 你在跑跑开个新夜 我帮人帮人 帮人帮人 对对对 没有因为我也不是没闹 可是我的粤语还讲得比不上你 所以没有 我用的策略也跟你很像 理想点 我用的策略跟你蛮像的 我是买一张按摩椅 去试用过 他也是答应我三个礼拜内有 结果没有 然后每一次打 跟你好像搞不好 同一家公司 你是买什么 电视 电视 我是按摩椅 那种什么按摩 什么 然后 一次又一次 每一次都说 对还在海运当中 海运当中 一模一样的 香港就爱轮船 气得我爆炸 然后呢 而且有时候 你要不要闹 有一个关键 除了你个人 有没有修养以外 就是对方的态度 对吧 我那个对方的态度 他不是不礼貌 他是太礼貌 完全好像一个电话录音 这样回答 不管我怎么样说 不对劲啊 这样不行啊 答应了 这个那个 讲完了 他都再把它打一词 而且用那种 好像人工声音的 明明是个人 要一直讲一辈 对不起先生 我们公司的规定 就讲一辈 好像机器声音 我就火了 就这种态度 然后我就直接说 我说小妹妹 你明明是人 怎么样你要假装 机器转化了 然后我也开始发飙了 而且骂这种事情是这样的 你刚开始有一点点 不高兴开始骂 你越骂越凶 越凶越骂 越骂自己越凶 这样好 对 最后把你平生的压力 全部释放 爆发大 爆发 我是何等文雅的人 也跟你一样 用粤语来骂 而且我的 你还没有什么语 而且我的策略也一样 也是动之以情 说你知道吗 这按摩椅不是买给我的 买给我妈 你明白吗 明明我妈 就只有你按摩 你知道我妈几岁吗 我妈98了 我是她生育 她birthday 生育 因为我怕你听成生育 我妈生育礼物 生育能够过时才送吗 你家里没有老人吗 假如你家有老人 有个98岁老人 你会有什么感受 也是讲的 我自己都快哭了 老人辛苦了一辈子 90岁 像他们按摩椅 找按摩椅 98年来 你这937年 日本人进 抗日啊 你见过抗日吗 我的天啊 真的讲的自己想哭了 是是是 后来什么 她当然也是杂装机器的声音 跟进公司的政策 对不起 因为我们公司又是在讲 没有用啊 后来我就去投诉 收委会 香港收费者委员会 还是没有用 到最后就是 我真的拉一阵几年 睡觉的躺着 梦到我的按摩椅 所以我听到你的 个按摩椅 没成功 到最后好不容易 等了两个半月 很好玩 她再打给我 马先生恭喜你 按摩椅来 我这一听当然很高兴 可是我要压抑下来 还要调侃她同一个服务员 我说现在送给我有没有用呢 我妈死了 我想让她难过一下 她伤掉的心都有 我说我妈死了 你知道吗 她不晓得怎么反应 我听她声音很好玩 想笑 也不是可以笑 因为真的很好笑 我明明说 对不起 送给我妈生育 我妈死了 已经才来 你碰见了个无情 熬过了抗日 过了98年 就欠这张椅子 好好玩 所以那个 没有用 没有用 所以你厉害 对 香港也有理性的例子 我前两天也看到过一个 就是还是一个内地的游客 在香港买了一个化妆品 我觉得香港这个销委会 他自己亲身经历 他就说他找那个店里 那店里也是不管 拖呀 然后他就找香港销委会 销委会 香港销委会还真给他回复 而且就是说三条 就是什么第一条 你到什么什么地方 跟他们发邮件 然后他们回复 然后第二条 如果他们不回复 我们销委会 有人可以跟你一起去找他们 如果第二条 如果这一条再解决不了 第三 你可以原用什么什么法律 向他提起诉讼 而销委会还可以提供 必要的法律援助和支持 当然销委会做很多事 除了这个呢 还会定期对各种商品做调查 然后公布调查结果 可是前一阵子香港 五月份发生的一个事情蛮惨的 我觉得蛮惨的 我们作为消费者 当然有保照 他干嘛呢 调查香港在很多店铺 卖的那个鱼生 三文鱼那些 然后他就说 有什么三文鱼 百分之多少的 韩菌 韩菌 有虫 保温处理的不够好 那对于我们消费者当然好 对不对 就不敢吃了 小心吃了 可是这样一出来的广告 好像不是广告 报告 两个礼拜内 很多区市区 倒了许多家小型的玉本店 就是去买那个三文鱼 买那个鱼生回家 当时那个报告一出来 几天没人去买 那个店称不了 成本太高 那就倒了 那你想一下 你是那个小店的小老板 突然一个报告 对不对 你倒了 你还要付房贷 还有小孩读书 这个那个 很惨的 可是总体来说 那当然是很好 就是反过来说 你像咱们一开始说的这个网购平台上发生的这种 你说你承诺七天什么无理由退货 他反过来说他有些消费者也鸡贼啊 你说有没有 因为我听他们讲这个客服啊 经常也给逼得精神崩溃的 就是说因为他每天他等于是垃圾桶啊 全是像我这样的 来近两个月没电子台了 这是不是叫我妈去的 对啊 一般情况下 本来你这个商家 你就是哪怕赔点损失 就应该尽心尽意的帮这个消费者 把问题解决了 你最后闹大了 你也是那么解决的 那么为什么一开头不这么解决 我觉得这个事情啊 真的就真的是一分之一 还是说到最后闹大了 那么解决 从真的公平的角度上讲 有点不公平 当然 我觉得所有这种情况是有问题的 就是为凡是一个事情去到闹的地步 才能够得到解决 就像我刚才举那个例子 其实说明你平常的这方面的制度应对准备有问题 这个制度只是公司制度 或者各行各业自己的制度 对这种情况的预估太低 但是呢 另一方面我觉得回头要讲 我觉得这个事情也是要看你的消费等级的 很现实的 中国比较惨 是你买个奔驰 它的这个服务都可能会出问题 这个我觉得这一回 它那个奔驰那个事件 让人最点眼镜的是这个地方 因为那个不是个普通车 那是奔驰 我们会觉得奔驰不应该让事情发展到这个程度才对 因为理论上讲啊 就如果你消费够高的话 你得到那种服务或者那种店 愿意在这种事情上面的亏损的那个预算空间都很大 就像你刚才讲那个打赏一千万的 又比如说像我刚才举例像澳门赌场那种 比如说接待一个贵客 全程就私人飞机飞过去 总统套不用多说 就澳门机场去酒店那一短短距离给你来一个劳斯莱斯 然后车上有个人给你按摩什么的 然后他当然到最后可能你还会赢这个赌场一把 但是这个赌场无论如何 他觉得这个事情必须做到 因为你消费那么高 然后我花多少钱都值得 比如说我也试过住在一些酒店 出了些什么事 比如说干洗把一件衣服给弄不见了 或怎么样 那他恨不得就是 我有没有讲过我住过一间酒店 就有一回在他酒店吃了东西拉肚子了 然后呢我没有想过要闹任何事 我就是打电话下去 你们有没有那种药 比如说我刚刚拉肚子 哎呀怎么回事 多善良 对啊 然后呢他就说怎么了 我说我像刚刚吃东西在哪吃的 我说哎呦 然后那边接下来太严重了 那天晚上其实我没好睡 我觉得别这样 就酒店先来了一个老外总经理 而且看得出家里回来的 不在电 先是在电的经理也来了 然后那个总经理跑回来 怎么能够这样 然后说你要我们现在送你去看医生 不不不不 我想到在北京半夜去看大夫就头疼 他说我要药 他说究竟要药吗 然后跟着呢 行我们现在走了 然后过了一会来了十种药 然后呢他们说跟我分析十种药怎么样怎么样 你想哪一种好 然后跟着再说北京太干了 然后来了两部加湿器 然后过了再过了一会 又来了一群人 我说这朋友干嘛 抬了一箱水 这个加湿器呢 别用普通水 我们矿泉水倒进去 加湿 搞了三四个小时 我宁愿我自己去肚子痛 你都别这样 这都是为了核心的那件事 对 但是问题就是说 我觉得这个就是 你在什么样的地方消费 你付出多少钱 它为了要解决你任何不满 通常那个预算的代价 它就会越高越高 所以我觉得奔驰那个事件 其实正好是一个极端的冲突 就一个是女研究生 另一边是奔驰 假如这件事我们换成 不是个女研究生 就随便说吧 是个大叔吧 一个大叔吧 五十多岁的大叔 六十岁的大叔 还没有 五十多 五十多岁的大叔 说老点 然后呢 跟着来一个不晓得哪来的 比如说印度什么排的汽车 谁偷偷进口的 这么弄一弄 你这么闹的话 我们就觉得 这就不是个新闻了 因为你东西贵 对 这个CS店 它可能还不是 直接面对奔驰 不是那个CS店里面的人 还赚它什么服务费 又说不能够转账 不能够什么 都是通过 这也是他后来投入的 金融服务费 所以它不是直接面对品牌 我觉得后面 还有好多其他事 而且在香港 你碰到各种的收费问题 要投诉 我们这闹闹是一种策略 我后来发现有其他的策略 也有效的 第一种是 教教我省劲的办法 第一种是什么 讲英文 换一个平台 跟他讲英文 对 他很奇怪 香港就是比较歧视 比较从阳 OK 他就扔了 可能他一般都不太会用 妥当的英文来回应你 你知道吗 所以他就量给你了 只好说 OKOK Sorry OK 然后当然不一定百分百有效 我有一次也是这样讲英文 结果对方英文讲的比我好 好太多了 那我只好说 Sorry OK 不投诉 不投诉还赔钱 另外一招 这几年我觉得有效 是真实的 因为去香港一些 店买东西 有时候餐厅也好好 服务不好 有时候会 我会故意这样说的 我说怎么香港会沦落到这个地步 也是很动人 很悲情的 有这种胸怀天下的 然后摇摇头 我觉得对方 他坦白讲 他服务态度不好 可能有他的困境 比方说客人很多 一天要服务好多人 或者说真的碰到很多 无你取闹的客人 对不对 他有时候忘记了 然后说觉得我们没有要求 觉得就拿东西 端来一杯东西 就丢了就走了 我们是期待他这样子放下来的 这样才叫服务 然后通常我一讲说 怎么香港会变这样子 我说香港沦落到这样 那他数据就香港人的尊严 没错 他真的会扔了一下 然后转头过来 服务态度就好了 变好了 真的我就直接说 然后有时候加多加一两句 就说我们不应该是这样的 香港不应该是这样 很有效啊 我告诉你 但我跟你讲 这个也是看地方 我们不要忘了香港还有另一面 香港另一面是什么呢 你刚刚说杯子 给你一个杯饮料 该是这么来 怎么会呢 你不要忘了香港最多大陆游客 来的几家名店 茶餐厅名店 杯子是这么来的 你没见过吗 就吸的手是插进去 然后你跟他说 我有一直跟他说 我说不要这个手这样拿 然后他说 然后他跟我说不烫 你还知道吗 就是有游客 第一次来看到 这个饮料奶茶是这么来的 手指都泡在那边 洗他手指再到你嘴里 跟他讲 煮吧 不重要 国局啊 现在就说过主 就是说不高兴 去别家店 为什么呢 因为香港还有另一面 就香港式的服务 大家都是以为 很多游客来香港都觉得 应该得到好服务 其实不是 感觉现代化嘛 不 香港的另一面就是 其实真的是有很多服务很糟 并且 这种服务招 是大家心甘情愿 给他服务招的店 对 比如说有些店 香港很多名店 尤其那种吃面啊 喝粥的店 好几家这种店 都是出了名服务态度招 然后大家还要去 就是他家东西真好吃 乃至于久而久之 甚至这个东西会成为一种神话 我见过几个有名的美食家 一些老前辈 就写说 这家店服务态度 极恶劣 但是他能那么恶劣 就说明他家东西真好 对 所以这就变成一个神话了 有时候在你们专栏作家的笔下 有写出一种受虐的快感 对 哎呦 骂得我真舒服 这个就让我想起来 是不是伦敦唐人街 过 王家 王家 哇 伦敦 那年去伦敦 你没有去旺季啊 中餐馆 唐人街 那他十明天下的餐馆 云吞命 什么都有 擦销饭也有 那唐人街 很多老外都去 而且很多伦敦人觉得 一生起码得去一回的餐厅 他那个盘子上来 飞盘一样 恨不得要你去叼 然后呢 什么态度极为恶劣 然后但是 门停若势 那为什么呢 后来我就看到 很多老外在写 就是说 为了就是要去见识这个 就是到底有多恶劣 对对对 对他成了 文化 成了一种小文化 没错 所以 而且这也是香港人开的 也就是说 香港其实是有这一面的 不要以为 他真的就是 得对你服务多好 所以就是说 如果以后有人在香港 得到差的服务 就不要抱怨了 我们平常也是这样 这不是 我看到很多 有些游客说什么 被香港人歧视 我觉得有时候 我们谁去都是那样 没谁他们客气过 是吧 所以你说 这个服务和这个被服务 文道 我记得过去 这个徐老师经常说 之前的一种经济学理论 认为 市场上的人 都是理性的 比如说 你一定要买便宜的 对 对吧 你不会故意找别扭 不会故意找骂你的店 去吃 这叫理性 但是后来又出现 一个经济学的理论 就发现生活中充满了 非理性的现象 那流量是什么呢 流量是不是一个 非理性的一种循环呢 我现在觉得 就是你今天在中国 你做任何事情 你跟别人谈 第一件事情 人家跟你讲流量 对不对 就是好像你今天 活成一个人 就是你要么是能够 我们讲那些带货的人 就是你要么你是 那个能吸 能吸这个流量的人 要么你就是个 贡献流量的人 我就说这个感性的 感性的力量啊 你不可忽视 当然 包括在消费者权益 保护当中 你们记得 记得前一阵 这个西安 那个奔驰女车主 对 坐在那车门上 那个视频 对对对 当然她活起来 有互联网时代的 很多原因啊 但是至少原因之一 是人家爆了 对吗 这样的一种行为艺术 这样的一种方式 它天然的符合 互联网的网信 就人们会点击 多少次消费者维权 你注意到没有 我不是说人家 是这个动机 主观动机 但是我们看客观结果 看客观结果 就是闹得凶 闹得动静大 闹得媒体都关注了 是不是这个问题 似乎就解决起来 就快一些 对 而且得坐在那个车盖上 而且她本身 你看有个标签 一直叫女研究员嘛 就是你想象中 女研究生吧 就说应该是一个 什么斯文的形象 现在好 人家给你坐在车盖上 一定是被逼急了 还要哭嘛 这样 无路可退了 你看我经常跟我女儿说 我说不要哭 哭没有用 但是我觉得她长大以后 一定会发现 我这句话是错的 你绝对错了 就是 你的女儿给我教育得了 我跟你说 要发挥优势 我自己的一个亲身体验 我在香港 我有一次 我在家里装了一只空调 刚装完 没有冷气 那明显是她装的 就是错了 因为她检查过里面 就是机器没有问题 但是装的时候 就是她哪接错了 我就去找那个店 因为她你知道 在香港 你装冷气那个人 她不是专业的 有个公司 他们会找的嘛 什么大鹏那些人 那我去找卖给我空调的这个人 然后她不理我 不理我 我去那个消协啊 就香港也有消协啊 消协还给她发了一封信 但是你知道问题就在这里 消协一般是没有牙齿的 她没有办法 我想我是个孕妇 总能争取点同情吧 这优势 我就去了店里了 问题就在于我脸皮薄嘛 我没有 不敢哭嘛 不敢闹嘛 我就跟人家老板 你不敢哭不敢闹 没关系 往地上一坐 这大肚子 可是这也是在香港 我就觉得 人家出来也是个有脸面 不是 我还是坐不出来 我真的要跟他讲 你关我死眼 人家就不理我 然后我还去人家店里 别人在买他东西嘛 我还跟人家说 不要买他东西 人家看看我也不理我 我回家想了好久 都想不出办法 很苦嘛 最后只好真的找律师 发三次律 律师函 就发给他 最后终于是给我认错了 给我重装了 等律师再发给我 他的费用 我的律师费 可以再买三只空调 但是我就 我没办法拉开面子